林可彤烫台湾环境对而不利。发文引妈妈们回想不断。 林可彤儿子Adam昨日满6个月大。 图翻社林可彤脸书。20101803.26。 林可彤去年嫁给外商银行副总裁Tom,9月几蛋下儿子Adam。 昨日趁儿子6个月在脸书写道这期间当妈妈的感触,她感叹住,有时候,真的会让我觉得在台湾生孩子好像很不恰当。 林可彤在脸书上分享了一篇掌文,句句透露台湾妈妈的心酸。 那天工作时客户H弹起,产假结束回去工作不到一个月奶就没了,因为有时候会已开就是8个小时,长到痛也不好意思举手说,要去挤奶。 孩子一病加上工作压力奶就停了。 跟还没有孩子的A谈起职场生活,她说,玉英假是说可以请两年了,但回来肯定被换职称,如果真心要回来上班,最好两个月后就回来。 创商C叶说,玉英假无法请太长的前公司,直接换工作还比较恰当。 就连偶尔抽空外出用餐也世界甚恐惧,朋友B说,带两岁不到的女儿去美式餐厅,隔壁桌的小姐回头跟她说,叫奶的小孩讲话小声点。 林可彤无奈询问,有人有去过安静的美式餐厅吗? 今天推出宝宝过马路时,老公告诉他要注意看那些右转的车,他们都不会让我们。 果真没人要理让他们。 林可彤这一轮引妈妈们讨论生起,纷纷说道,真的?台湾鱼儿环境很不友善,职场对妈妈真的不是那么友善, 然后政府还想提升生育率,难啊。当了妈妈就不应该工作的意思。 真的,在职场的妈妈真的很辛苦。